下周肯定会给大家来一些新板子的 因为厂上必须有新嘉宾嘛 还是要磨合一下 所以打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板子 然后嘉宾阵容配合度高的话 我们就会多来一些花板子给大家看 然后我们同时通道即将关闭了 大家如果想给厂上嘉宾投食留言 赶紧现在去投一投 然后我们第三局第一天之后 投食通道就关闭了 因为太晚了 大家也吃不完 你买一套鞋子 我那鞋子比较薄 你让人家能够 你昨天早上好 我们也跟不可能 你没想到 你知道夜里发发言的时候 你知道我夜里跟他多几个似的 我我我以为他在演大哥 他发演的时候 我等着干脱了 不是他 我没想到他是真赞错 我以为他演大哥呢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以为高佩的演大哥呢 你他们是女巫吗 嗯 你赶紧去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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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妈 你赶紧发一下 你自己 我也想让他们骂我 为什么不骂我呀 啊 太可怕了 你就说你装大 他们就说他说你 是 他这个是 他的脚红在脚红 他怎么骂我 有脚红 男哥他现在这个 真是好人做 男哥这怎么骂你呢 我最后是给一张庇话的 我就说 陈恋人我 就是女话真有事在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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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最后 郎美人骑士 这碗 很郎美人 嗯 在 在抄话你妈徐姐 和你妈国陈卢PK的 别管 我自己去PK的 这就是照着好 对 我们安排的节目效果 现在吗 哎 你们也在不可 我怎么骂你 还别上去就知道了 来 请各位确认好 新郎 身份牌 什么 冰 吃的那个 来 1 3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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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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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让我眼前一亮 你不会是个男的 然后取这个ID吧 别的没有什么量 那我打不过我加入呀 我占编7号呀 反正你们占编7号 什么理由都编得出来吗 那我也不编了 就是舔 我直接舔 好吧 这局我是7号 站错队就是狼吗 站错队就是狼吗 评价太高了呀 别的没有什么狼 站边7号过了 好 先好 嫌弃 好 只能这么说 你刚才那个 想了一下那个画面 怪恶心的 好吧 然后我是好人 然后我是好人 四五身份我听不出来 听不出来 然后听听对跳发言吧 现在感觉没什么台头好聊的 都要聊上一盘吗 上一盘 上一盘 算了我不说了 我是一个获胜者 我去说这个显得有点 真的不要脸 我就不说了 好吧 然后那个 我就等会请下站边吧 然后我是好人过了 这样翻译 那个我是觉得刚才那个事 我就觉得五不对 我就自己个人 我就自己个人就是 跟我说的时候 我觉得这事你做的肯定是错了 但是我觉得不代表 大家都要这么觉得 大家也可以支持五号 你们就去 大家也不用废的去插话 你们就激烈讨论 踊跃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觉得我只是单方面的 对吧 那没准大家都觉得五号对 我觉得五号也不用 而且五号刚才明显 他那个情绪 就觉得表面认错 他亲里还是觉得自己对 我刚才听的意思就是 他肯定觉得自己没错 那这东西我就说了我的意见 对我验了酒精水 我原家 然后那个 我原家 八号 十二号在景下 我就八十二验 我为什么验酒 我上一把确实没找着 九号是我们大哥 我以为一八里面会 不是那个 那个一号八号里面 会有我们那个食尚鬼 所以我觉得九号 我拿不准的身份了 所以我就今天验了 验了是金水 其他的没了 我觉得要不老人就别跳了 因为五号肯定今天得帮我投票了 跳什么狗跟我战骗 那就也没办法 九号应该我感觉也不太会烦 说我这天生两票了 你说你们 你们就在跳 还得被骑士骑 对吧 这就是骑士板子 要不然就别跳 骑士也不知道骑谁 就生推呗 好吧 你们要不跳 我今天不归票 好不好 我就让他们大家散着头 不就玩挺好吗 你非要跳 那反正我天生已经自带两票了 然后剩下你们再说吧 然后景辉就八和十二顺验 九号是我金水又过了 十号发言 十号发言 首先感谢一下 感谢 首先感谢一下头十 让那个恶灵骑士的头十 要不然他懂 那你先戴上 感谢一下恶灵骑士的头十 还有呱呱的头十 我这轮我不是语言家 我也 我不是语言家 然后我也就是上景逃票的 对 我不是语言家 我上景逃票的 然后 我觉得七的这种 就是聊到差不多 一分钟以后跳的 我不知道怎么判定 但我感觉 还是蛮不错的 但我不能评判 好吧 因为我觉得七的组织有点庞大 如果我要打七的话 宝哥也得打我呀 所以 我就不把自己在井上 宝哥宝哥 对 然后我就先过了吧 然后听十一号 后志位有问愿家起跳吧 过了 好 十一号发言 不许十号玩家 刚才打你打狠了 以后说话不用那么注意 我打错了 这个 我先对话一下 后志位要起跳的人 我可能先站一下七 没有非要站死 能回头 但我现在先站一下七 这个 我觉得这个场上吧 七号玩家确实对我挺好 我以为他 把这个五号玩家叫出去 会跟他说 喷他呀 快给他喷哭呀 你让他哭呀 我以为是这样的 就是七号玩家对我好 但有一个人对我更好 十二号玩家 真对我好 他刚才跟我说 轩宇 咱们今天晚上打PK吧 输了的人 给王宝宝表白 你是真怕我挣不到钱 我真 我说输的人 给王宝宝争钱 这位姐是真牛 你是真对我好 我先站一下七 能回头 是好人 行吧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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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没理解 他的心意 他想表白 你知道吧 他就会成一书 跟那小狗表白一下 我觉得那小狗肯定是狼 那小狗是你妈美人 狼狗 对 就是你 狼狗 然后刚才没谢 谢一下 这个陈秋月同学 谢谢 小陈了不起 小陈了不起 然后前之位呢 没太听出 尤其十一啊 我觉得十一还行 然后呢 十是不是呢 我也不知道 因为之前第一把结束以后 我跟他沟通过 说这个还是多上井 好一点 然后尤其是拿狼的时候 对吧 但是上局你上井 你不是狼 我这局我不能拿这个 说打你 其实上局我挺好说这一点的 但是我也没说 然后呢 后之位呢 再听一听 然后我就七项 然后我就十一项好 所以前之位呢 如果开狼的话 可能就是十 如果不开狼的话 就是后之位开多狼 然后井下呢 再再听一听 再看看投票啥的 这五国 非这说我 那你不 有打你张嘴 那第一秒 你就说我是狼 对吧 你自始终 最后最后你说 他全是狼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看他这笔记了 他笔记 他投完票以后 他给他投的是六 然后三投的是你 他给三写了一个好人 然后呢 然后一会儿下面点狼的时候 就写了一个什么 三五十一是狼 我说这个不肯定爆匪吗 这个 但是我也没办法 因为你太赖了 人看孩子其实都告诉我 他是狼了 你知道吗 在你赖完了 在你发警上发言完以后 人看孩子都说没方玩了 跟这人骂街偷偷 我捕捉到了 但是我就肯定得投你 因为你说我是狼 知道吧 然后别的也没啥了 我看你这篇你怎么不写了呀 一会儿玩家警告 不许再看二号玩家笔记了 他让我看的 他让我看的 他上面还问 你说我发言怎么样 我说挺好挺好 然后我就听见你们发言吧 看看哪个跳 好吧 反正哪个跳 其实 其实跳人家说挺好的 就是如果不跳的话呢 可能会更好啊 二号玩家 没了 就这些我过了 好 我刚刚刚点那个三五十一 不是你点的吗 我把你点的狼坑 寄到我的笔记上了 怎么能说是我点的 你自己点的狼坑 我觉得你都点出这个狼坑了 你得是大哥 我就在想 你这个狼坑点的 应该不太能像个好人 然后我就在想 你就看呗 反正咱俩都队友 没外面 对 我真的就想 你就看呗 反正咱俩都队友 只是夜里不见面而已 然后我没啥想说的 就听那个三号玩家起跳吧 他应该 对应该是吧 但是我会 其实我 我观察 我可能不会站起 因为我观察 就是我在待会之前 我看到歪哥扫视了一圈 然后 你扫视一圈 我就在想 好人也不需要刀人 然后 就 你平时经常 拿好人的时候 你就闭着眼睛 准备睡觉了 但是 今天扫视了一圈 感觉可能晚上 有点啥活动 所以 也 所以我就 得着重听一下 三号的发言 然后 我大概率 可能会站三号 但是如果三号发言 有问题的话 我会站起的 过了 二金水啊 这个发言顺序 特别的悲哀 如果我是第一个发言 这个二号人家 发上精水 我觉得 歪哥可能 他跳的 对吧 可能破绽会更大一点 但是他作为一张 汉跳狼人牌 再属于高坠发言 其实我觉得 我没有听出 他什么肥面 所以我怕 这个景辉 我拿不到 我第一景辉 验一期 第二景辉 验十二 因为刚刚 在你们 在那个 外哥发言的时候 我就仔细 再看你们的表情 我看 那个十二号人家 在外哥 给酒发精水的时候 他有点那种感觉 就 啊 就感觉 你们夜里 商量时间好长 是不是发错了呀 十二号人家 你敬验 一号人家 一定是第一页 因为我觉得 你上把夸我是 逻辑流玩家吗 我也夸你吗 我以前看着 你比赛长大的 我觉得你玩得非常好 但是我昨天 好像前两天 跟你 我们俩互动太多了 然后 我们大家都愿意 但是弹幕不愿意 所以我今天 就最后一把 我还是想 给你一点游戏体验嘛 但是你景上那个发言 我实在接受不了 你说外哥像 我也没听出 开始哪里像 对吧 你也没有点出来 那你一定是第一顶货流 第二顶货流 十二 顶下三张牌 我不想双压了 因为这个是有骑士的板子 骑士 待会落地 肯定是要戳了 对不对 我们节省一点宝贵时间 你就把外哥戳了 好吧 你就辛苦一下 然后直接进入黑夜 顶下八九十二三张牌 那个九号人家 你是外哥发的精水 我不知道你是 狼狼精 还是说他是骗你去洗头的 我觉得你实在没有必要的经验 就是待会儿看一下你的票行 好不好 可能是他觉得你上把拿石像鬼 发言挺好的 然后这把响句给你上点难度 你要是好人的话 你就小心一点 然后荣耀也是 我不 不多去景下对话了 我希望你底牌是好人 你把票点给我 二号人家是我的精水 我后来没有说心动力成 因为他们说面纱 心动力成特别重要 我骗你原因是什么呢 你第一把的时候 你就给我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无论是你的个人形象 还是说你的发言逻辑 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当时我觉得你就是一张 发言好的玩家 知道吗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去骗你 我想给你就是对抗一下 然后你如果是一个狼人的话 对吧 我们之间打一下 我觉得挺精彩的 但你骗出来是个好人 那我觉得你也是能带队的 要相信自己 好吧 你已经站对边了 我是个狼 我干嘛再去给你发张精水呢 一号玩家 十二号玩家顺艳 井上的四号玩家 我没听出来 五号玩家 我觉得跟歪哥不见面 都要当他的狗了 我觉得不能是队友吧 这种话都能在白天说得出来 然后我没时间聊 六号玩家 待会儿井下再说吧 希望大家把井会点给我 我是愿家 二号玩家精水 井会留一十二顺艳 过了 所有井上玩家 发言结束退水玩家 请灭灯 现在井上的玩家有三号五号六号七号 请井下三名玩家在我到时候准备投票 三二一请投票 九号投给七号 十二号投给三号 八号玩家弃票 平票PK由三号玩家先发言 四号玩家请发言 十一号玩家压手 哦 哦是八号 不好意思啊 哦对是八号 我觉得你 以我这两天跟你玩来看 我觉得你是老 你一定冲这一票 你没有不敢冲的时候 所以这把我就赌一下 我不去打你 十二号玩家 你给我上票 第一轮我是一定会放的 因为我把你留进的第二景 回流我也说了 其实可能会落地戳 那万一你是个狼人牌 你进入我第二景 回流 有守卫的啊 那你 我觉得你是个钩子 可能不是 九号玩家 我其实给你容忍度特别高 因为我 这两天跟你相处 很开心 想给你一点游戏体验 歪哥给你发金水 我也没有怎么去打你 我觉得他可能在跟你上难度 因为你是他的队友 对话 也没什么 也没有想给你做身份一样 但是你上了匪票 那你上了匪票就不一样了 你如果是好人 你进我第一景回流 我是在保护你 我待会看你那一票 我先跟大家说好啊 九号玩家 现在是我第一景回 第二景回还是一 如果九号玩家 第二轮还要去给 七号玩家上票 那九号玩家 我不厌了 因为一张牌 我只就一轮 我如果压你景回流身上了 你觉得我相遇 你能反掉这个水 因为第一轮 你如果是好人 你可能会有疑虑吗 你会在想 三号玩家 那凭什么 我第一轮要反水给你呢 OK 那第二轮 如果你听完 我这轮的发现 你还要去站错边 那不好意思 景下三张牌 我已经说过了 八可能不是 十二站边我的 那你就是 然后Y哥是汉跳 二号玩家是我的金水 那我再打一张景回流 因为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那个九号玩家的问题 这五不打了 KS 其实这把景上没有聊太多精彩的内容 别人也挺想看我们两个对抗的 那我再压一张你吧 好不好 再压个六 我真没听出来 我如果听出来 我一定会说点什么呢 然后枪宝我也没听太出来 因为他手锐就滑嘛 滑水 啥有用的都没聊出来 景下看你站边 我希望我每个人基本上都说了 如果你是好人 那个十一我是真没听太出来 因为他每轮 就是有点滑嘛 这轮也是 我真没听出来你的发言 然后如果你是好人 你就把票点给我吧 还有那个一号 就是我打你进景回流 我刚刚也跟你说过了 但如果我打错了你 你别生气 如果九号人家给Y哥上票 我的景回流就是一 五 如果九号人家这一轮 压手或者给我上票 九号人家你这张票 压手或者给我上票 九号人家还用不用验 验掉 看你表现好吗 九号人家你 你如果压手或者给我上票 我验你 九号人家一号人家 五号人家紧回流 六号人家紧回流 过了 我就不会再去说五号 开玩笑说狗不狗这个事了 但是五号的票肯定是要 就这一轮肯定要跟着我上 因为他自己景上已经站边了 他要是不跟我站 就是他只要他的票 没跟我站边的话 那他就是狼 五号看票就可以了 三号就是这个发言 他就强行让自己对话所有人 就是他想展示 他这个所谓的原家的视角 他把号码牌几乎出了 自己全点一遍 但是其实他点的号码牌里面 也有些人他是着重发言 有些人没有着重发言 他着重发言的是 我觉得他景上景下都聊了八和十二 所以你看八和十二 十二头的匪票 八号砌票 我觉得他是在拉这两个人的票 所以我觉得八和十二 未必都跟三见面 所以那就是景下不开狼 景下不开狼都在景上 景上我就看五号票就行了 其他位置 我觉得六号有可能是狼 有可能啊 就是因为我觉得景上 因为三号跟一号应该是不太见面的 至少他对话一号也很多 就是他特别 他对话一号是挺多的 他景上景下都聊了一号 也都聊了八号十二号 对于二号 我说实话他聊那个二号 我都觉得都像不见面的 因为他就感觉就是逮着二号在骗 但是也无所谓 反正还有一轮投票 看看票就知道 我暂时觉得景下没狼 然后 如果有狼 那就是三号六号 四五里边再说呗 反正还有一轮投票呢 我就不聊那么多了 你想我就不用对话人家十号 我就觉得人家十号水平就能站对边 真够斗子 好吧 那个你们就自己投票吧 反正我是原家 我要拿二号景辉 我骗骗谁啊 没什么人特想骗 都差不多了 骗个 我拿着景辉 可能会骗骗十吧 好吧 我过了 从三号 七号 两名玩家外 其他玩家军管投票 请在我到时候准备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一号 五号 八号 九号 十一号 十二号 投给七号 二号 四号 六号 十号 投给三号 七号 玩家 当选 请长 昨夜 平安夜 请七号 请长选择 金额 使用发言 六号 或八号 六号 玩家请发言 我 小声 想给三号 投票的 主要的原因是 就我可以接受 外哥拿预言家打我 然后但是他打我打得非常的突兀 这么不顺滑吗 然后我我自己是好人 然后我需要思考是两个 第一个是他是狼人在帮我站边 还是预言家就想搞一下我 不让我那么轻易地在战队边 两种可能性在他的数据库里面都是经常会发生的 所以我在平衡他的发言的时候 我就发现 第一打我很突兀 第二的话他的颈会留 我觉得留得不是特别好 他其实在聊十的时候 他是默认的时候还是好人 有战队边的能力的 所以我觉得他就压不到十 那可以他可以去压十一 他十一没有定义 一号下颈上是站七的边 十一也是站七的边 那这两张牌到底是不是好人 他也可以给出一定的定义来 然后四五这边其实因为是先这位发言 除了五号人家 他就是要求五号人家去给他投票之外 四号下其实没有太近他的视角的 对吧 四号下是完全没近他的视角 所以按照他的那个狼坑 其实如果不在盘景上什么 十一开倒沟的情况下 景下还都是好人 我就必须得是狼了 就是我是没法去站七的边了 等于是变相的 六得是 四还得是 然后二还得是个变偏的好人 三四又变成外面所死的 然后剩下的狼 不算那个五号玩家 只能是在一十一里面了 所以你们里面有好人是没有 正常来说你们感觉 看到自己好人是好人 好人的话是没有办法去给其投票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他 其他起跳的时候没有单点去跟你们聊天 然后三的发言 整体我觉得还可以 只有唯一要硬要挑点刺的话 就是那个景卫流流的太复杂 稍微复杂了一点点 我觉得简单点是最好的 对吧 不用像网上一样 非得什么这样那这样那的 谁起跳啊 或者谁给我投票 不用 我觉得简单一点就好 就留两个 然后也不用考虑什么防武骑士 这样那的 没啥无所谓的 然后我暂时我是站三的边 好吧 然后等会就交给骑士了 跟我关系基本上也不大了 我站边就到此为止 过了 更新一下那个景卫的发言 我说的是 头七之前先投我 因为我们玩的是骑士的板子 不会有投票这个环节 所以我可以大胆的冲 然后至于景卫七说 我一定会投给他这件事情 我确实会投给他 因为 你看着我干什么了 刚才我也是这么觉得 我就现在发言还给你 我觉得你发言都是问题 什么你验了谁 二号一定是个好人 你也不定一下一号 然后刚才你景卫打我是什么 你找个外智慧的人归一下 我跟你投嘛 对吧 然后 我认为那个 他反正他是医院家 他反正说八十二都是好人 等会我跟着躺呗 我这人就是乖呀 对吧 自己能力不行的时候 我愿意听从别人的 对吧 至于KS肯定是狼样 什么他打你丝滑不丝滑 他怎么打你 他用根棍子上面都是钉子打你 他就是丝滑 他轻轻打你一下 他就不丝滑 你有这被虐倾向呀 就是打你就打你 就是什么跟你讲道理的 他说你是狼 所以觉得你是狼 让你先发言 我还考虑一下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打你 那你问他呀 为什么你打我 我为什么是个狼 你问他呀 你又不是不能问 你不问他干嘛呢 什么打你丝不丝滑 这种发言都干嘛 他是 他是医院家会打错你吗 不会打错你 他说你是狼你肯定就是狼了呀 还要考虑 你刚才不是很起劲吗 哎呀你现在你双手插兜 你是要起力了是吧 那你来 别的我没有什么了呀 那反正是我 因为节外男渔家狼也不会倒钩嘛 那我盯的狼可能就是二 二三四六嘛 因为他说二不是 那么再听听看后面的发言 我是投给五的嘛 然后骑士等会听他的号令 就是他留完警会留你就出击 对吧 你信他的 你就听他的 你不信他的 你就捅他 就那么简单 就没有因为所以你知道吧 时间准备好了吗 笑有什么好笑的呢 你等会说 打KS你抽他呀 就这样过来 因为我孝心因为我看到对面 那几位玩家坐在那 那投票是一点犹豫没有 反正就是骑这把是冤家 我就跟他走 骑这把是老人给我骗了 结束了我就开播 是这一想法吧 反正我是觉得你们投完票 你们投完票应该是这一想法 我是觉得不是 因为可能我是有我自己的视角 七井上PK台的发言 你也别笑 你也不用笑 你笑这么开心有什么意义 你听完我发言 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七井上的发言 通过三号玩家 跟外之卫的任何不见面的关系 七的狼坑就已经狠死了 三 十 四 五 六 五个里面进四个 你在笑什么呢 你有什么好笑的呢 你的视角里面 我很有可能是狼的呀 你在笑什么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开心 我听完啊 我听完 我听完三号玩家的发言 我是觉得是比较满意的 我听完七号玩家 首先我特别想采访一下 各位 锦上第一轮七号玩家发言 先聊的不是他自己是冤家 然后先聊的是别的 然后突然说一个酒精水 就这个接受程度 我可以接受 但是第二轮的发言 他以三号玩家 是汉跳为基点 去保外之为任何不见面的牌 那三号玩家看到自己狼队友不去对话了吗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七号玩家通过三号玩家这一点 去保外之为的牌 然后锁死了 最后是五张位置 我是很难以接受的 包括以及对二号玩家视角的缺失 虽然七号玩家最后带过了一笔 但我觉得至少 二号玩家在井上是一定要比 其他玩家更近视野的 至少要比四和五号玩家要更近一点 说六号玩家视狼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但我觉得我想跟三号玩家提个进去 我不一定觉得九号玩家视狼 虽然他两轮冲了 我不一定觉得是 因为我觉得最有可能是那个心态的是你 然后五跟十里面 我可能觉得十号玩家有可能是好人 是这样 我觉得是 五号玩家应该是太开心了 因为他跟七号玩家是队友 应该是这样 我过了 头十我就先不谢了 谢谢大家 回去再谢吧 首先越言家没有拿到井辉啊 兄弟们 然后越言家没有拿到井辉 对于好人来说是非常丢伦次的一件事情 因为骑士当然肯定要辛苦你出来嘛 那骑士又裸一张牌出来 我越言家又在场上 这把歪哥又是狼 但是他一会发不了言了 这是一件好事 那个九号玩家 我对你容忍度那么高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能抬头给他 那我没有听到你发言之前 我还是打你是个狼吧 那个五号玩家你就一定是狼 因为上把我占你的边 我是唯一一个站队的 那这把你告诉我 你编着我的发言打我 你良心不会痛吗 你说三号玩家 二精水没有去打那个一 一号玩家都被我捶烂了 我没有打一 所以你只能是个狼 其实我跟你说 你今天觉得我三号玩家是狱 你想操作 我觉得五号玩一张牌可以弄死 他不是狗 他是狼美 歪哥是个小狼 知道吗 在起跳 那你就对着他捅一剑 好吧 对着他捅一剑 歪哥往上掐毒吗 或者不掐毒 留着给我续命吗 就很正常 这个改发言打我 我接受不了 枪宝站对边了 KS站对边了 我精水站对边了 我刚忘记 时是不是给我上票的 然后K宝 你看歪哥是给咱们好人留空间了 知道吧 歪哥这把留空间了 他这把发言刚刚自己是给自己 就是弄了很矛盾的地方 因为他说 他觉得我三跟一二对话太多了 跟八十对 跟八十二对话太多 他觉得井下不开狼 一二又都是好人 他窄几张坑啊 八九两张 十二一张三张了吧 一二五张 加上他自己排去六个 剩下六个位置找四个狼 这个话他说不出来吗 而且他说十号安家是好人 有那个配置能站对边 为什么十号安家还要禁验呢 很多话很矛盾 所以我希望 因为投匪票的人太多了 那这个游戏又不可能有八只狼 九只狼是不是 十只狼 只有我跟我精水是好人吗 那不可能呀 那我只希望大家 你站错边了 勇于回头好吗 一号安家我觉得你是狼 好吧 我真觉得你是狼 因为我刚刚跟你的对话 我觉得我很给你空间 对于一个前辈的尊重 我觉得你的发言逻辑 一定是逻辑六玩家 一定是非常好的 你紧上你不可能会对 二 你他紧上是对 二三有非常大防守动作的 我紧上没有聊出来 所以当时一号安家 我是很那个的 知道吗 一号安家 那你这轮投票 我都觉得狼坑 有没有可能我第一轮 能点四个呀 一五七九 时间那就这样 骑士你当时想秀 你就扎五 你不想秀把漆弄死 把漆弄死 五号安家晚上吃不吃毒 女巫看好吗 因为他有可能是个老美 吃毒了我明天抱住茶宴 所谓辛苦一点 往顿我一下 二号安家受我精水 二号安家你要是骑士 你就赶快动手 过了 二号玩家是骑士 你一直说骑士的时候 往那头瞅 那个我应该是 那个最淡定的骑士 因为我都已经想好了 我肯定 我应该会戳歪格 因为 歪格是真原家嘛 他也 就是他还活着 歪格呢 是狼 我把他戳死了 然后大家都会来 我直播间批评我 你看啊 顺便一块钱就不知道 没有没有 是其实说认真的吧 我其实我认真 我战编的话 我应该会战编三的 因为我是通过 就是每个人的发言 跟状态嘛 然后我是觉得 首先肯定就觉得 三号这边的团队的票 比较干净嘛 然后因为我一开始 会认为三号会吃到大票型 但是其实是七号拿得紧灰嘛 所以我就 更觉得就是三号还不错 而且三号的发言也还行 因为他发言太长了 然后他们各种宝 然后我就不重复了 然后我就 哎 我那只是那个 说说笑的 我是真的觉得 那个三号玩家是冤家 我可能会戳气 然后再听一下 大家的发言吧 你好 确实啊 这个流量密码被找到了 但是没关系啊 各位 你们拨你们的 一千块钱 我上次直播间打架去啊 给他直播间疯了 谁出这钱我就去 好吧 或者众仇也行 然后呢 我是这样想的啊 因为说白了 其实景上七的发言 那包括什么那些 那个什么 你们就别跳了 我们就混头 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的 我没觉得 是狼的发言 说实话啊 是狼可能 他会更用力一点 这是我对于 小代理的数据库 然后呢 所以当时我就对你们的意识非常大 我觉得谁跳谁死 然后呢 三号玩家发言呢 其实景下来讲 不是 就是景上来讲呢 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票一投出来 我觉得你对于九的执念过强了 因为你也说了 你说 最后好像你说 如果九再投给七 你就验一和五 是吧 是这道理吧 那你为什么还留着警会 留什么 给他一次机会 什么这那的 他再投给七 你就别给他机会了 不管了吧 他就是狼 你就说九是狼就完事了 那 那为什么投给你 你还要留他景会留啊 那那人家是狼人活不活了 人不肯定给投给七吗 那你也没必要厌他了 是不是这道理 所以我觉得你在 跟外之位对话的时候 就像七说的 没话找话 就是这种发言 我是 我觉得你不应该能发出这种言 就是对于九的执念什么的 都不太像一个预言家 你有业人功能 你像在拉票 你懂吗 所以呢 就我其实呢 我觉得KS是狼 因为KS 你 包括你说了什么 啊这个什么 这个那是狼 他保了这好人 什么这那的 什么一时一处狼 为啥一时一处狼 人不说我是好人吗 然后八是好人 十二好人 觉得二也像被 被对话被骗的 那你为啥 那你能不能是狼 你是个狼 行吧 四是个狼 没问题吧 三是个狼 十是个狼 这不齐了吗 对吧 无非你这里有 一到一个容错吧 咱不是一到两个了 所以你不是生败吗 那为什么这个票型投出来以后 你们四个不能为狼了 然后他打的位置 哪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 没有从逻辑上打 你只是找了一个 这十二个位置 他说了谁谁谁谁 所以谁就谁谁谁 应该是狼 这就典型狼人发言 因为你挤出来 你所挤出来的 这狼坑 你比如说一和十一 我们俩里面 就按照七一发言 我们就得有狼 所以呢 按照你的意思 我们就得去站边三去 对吧 那就事实证明 我们俩就是好人吗 你不就想往那挤吗 所以这不就狼人发言吗 你不用挤格式 你就说谁是狼就完了呗 对吧 所以我觉得六肯定是狼 四呢 应该也跑不太了 我再听听十吧 其实我是没太注意十的 警察发言 因为警察六发言 我都没 我忽略了 我说前这位发言 可能位置是十啊 怎么着 我都忘了六号 人家在井上发的什么言了 然后听听十吧 然后我站边七 我觉得这几个位置 可能跑不了 就三四六十 好不好过了 我会想要站边七啊 我两轮上票 第一轮是上给余额的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第一轮 大家经常发言都挺好的 但是三号玩家 比较打动我的一点 是我觉得二号玩家 像个好人 三给二号发完精水之后 专门回头对二号玩家 说了一句说 二号玩家 你都站边我了 我是个狼 没必要再给你发精水 我不会骗你的 是这一句 有点把我打动了 因为我确实觉得 二想好人 我觉得三也没必要 再骗他一下 所以我上给了三 但是第二轮 PK发言 七号玩家 是后追发言 没什么问题 然后三号玩家 前追发言 有一个点 我觉得不太好 是他 警惠率留九 之后一直在解释 你说你对 九号玩家 有容忍度 其实我听你的发言 是没有什么容忍度的 因为你说 九号玩家 如果你上给七 那我就打你是个狼 我也不厌你了 如果你压手 或者投给我 我在厌你 那这个逻辑 首先第一个 你对他是没有什么容忍度的 因为他是接了 七号玩家精水的 一张牌 我警下来 我第二轮投给了七 你的狼K你都没有我 我觉得你对我的容忍度 甚至比九号玩家更大 九号玩家接了七的精水 完全有可能上错票呀 那不能因为他上错票 你就打他是张定狼嘛 然后第二个是 你说他不上票 你再厌他 那九号玩家是个狼 他就肯定上给七了呀 他九号玩家是个狼 不上票还要被你厌 上了就被你打 是个定狼 那没有他不冲的道理 所以你厌九的这个 整个逻辑线 是不太通顺的 然后之后呢 景慧流一直在纠结 厌一厌六 厌一厌六 那我觉得 嗯不行 所以我认为第二轮 你PK台上的发言 不太像于言家 我就投给了七 景下这轮发言也是 我觉得六和四都不太好 但是有守卫 有骑士嘛 那就 让二号玩家 因为我跟你这边不一样 那我是个好人 我觉得你是骑士 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好吧 然后去戳 过了 我先说一下 上票的情路历程 三号玩家 看我啊 就评票PK 他先发言的时候 他说 诶 十一你七票了 是吧 我是一张景上的牌 我可能对这个 会比较敏感 我认为 就是你 一定会去关注 景下三张牌 上票的情况 怎么会突然间 跟我说 诶 十一你七票了 并且他最后 对话一整圈人的时候 跟我说 十一号玩家的发言 他听不太出来 因为一项好像如此 他听不出来 也就是说他对我是有听感的 他应该记得我是一张景上的牌 我就更觉得他没法对我说出 诶 十一七票了 这种话 所以这个在我这有点不太行 然后七号玩家 我觉得他可能好一点的地方 正是他直接说八九十二 三张景下的牌 可能不产狼 他觉得可能狼在景上 我是觉得 他其实这把没给狼空间 他都已经直接 就是这样打了 选择八九 他去保八九十二 去景上直接找狼 其实我没觉得他留空间了 我觉得他是狼 没必要 他直接八九十二里面 如果外周有好人 或者怎么样 他去打一打是可以的 我觉得他其实没怎么留空间 而且三号玩家景下还说 他说七这把留空间了呀 他点了景上这几张牌里面 开狼 但是什么 我怎么听都觉得什么意思 你觉得他给你们狼队留空间了 没把你们四狼点出来吗 因为我不觉得他给我们任何 其他人留空间了呀 他直接把八九十二保了 我都没有探听出来 这里面逻辑 为啥是他给空间了 我觉得他是给狼空间了 不是给我们好人空间了 当然我还是在听听 但是最后我们肯定还是听骑士的 我可能有可能在这盘了一通 全盘错了 但我自己的听感可能七比三好一点 过了 就我 我想站三 就虽然说歪哥 他刚刚说的那句话 但是我觉得因为歪哥在景上 他了解了 然后突然开始点坑 然后把六号给点进去了 就说白了 还是那句话 就歪哥留给狼人 他基本把坑点得很多了 而且刚刚一号玩家 他说要重点听我十号玩家的发言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给歪哥凑狼坑呢 因为你说你都把这个八九十二已经保了 那其实相当于没多少排了 就我必须得站到三号的一个狼坑里面去 我得凑这个狼坑 歪哥才能找到第四头狼 而且歪哥既然已经觉得 怎么说 我不知道那句话是给我压力还是什么 就是说我如果作为一张好人 我能站对边 反正我今天好像是没站队过 就是我 我站三的理由 是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歪哥刚刚聊的那个 突然去找坑 因为我能看清我自己身份底牌 我也并不觉得四六两张牌 在我这里听感很差 我觉得如果四六 如果四六里面开不出两狼 然后我又开不出狼 那三号的狼坑就凑不起 其实我是被强行打到三号的狼坑里面去的 那我能看清我自己身份底牌 那三号的狼坑就填不起 所以 这是我想站三的理由 包括刚刚一号 一号他第一轮他聊到我 第二轮他刚刚还聊到我 他专门说我要听听后置位 这个十号玩家他怎么发言 在我的视角给我的感觉就是 一七两狼 然后一号牌想去帮这个 外哥凑一下狼坑 要不狼坑凑不起了 万一后置位这一排人里面拍出来一个身份 那就只能锁死我十号 是三号的狼队伍去了 希望能从我这里听得有爆点 给三号填坑 狼坑 这是我的见解 站三 过了 九号说一下 首先我最想说的话 已经被十二号说了 你果然也是经常接七斤水的人 你是懂我的 但我最想说的话就是余额老师 你那给我 就是你说给酒的容忍度 到底是什么时候给的容忍度呢 是吃饭的时候给的 你要不然给我打成定狼 要不然查我 是第一警惠流 其实我甚至听得比你 可能是我听力出问题了 我听的是 你要是投给他呢 我就查 我警惠流我就先查酒 你要是压手或者是投给我呢 他思考了十秒 我第一晚上我还查酒 那你唠那玩 那我就给他呗 你唠得多明明巴巴啊 你两句话都一个意思 那我就给他呗 你是 我告诉你就算是投错了 亲爱的 那也是你亲手把我送给他的 你可别说那个 还有我非常不满的是 你说我们两个这两天 第一把是谁坚定的 在就是帮助你 就是全场打你是坏人 是不是就我说你 说你是好人 你还记着吗 余额老师 你记着 但你不记着我叫啥 你跟八号对话是 荣耀巴拉巴拉巴拉 跟我对话是 九号巴拉巴拉巴拉 我连个名都没有 你还跟我好呢 我听来听去 我真是气死 然后我 我真的我井上站边 我就没有什么理由 反这个七的水 他西路历程说的也对 上一把确实 他也没找着我是大哥 然后他说 那我确实挺打动我的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然后我觉得井下 还有另一个 就是我觉得井下石 不是井下 井上这个石 他一定是一张狼 为什么他一定是一张狼呢 他说他胆怯 胆怯你就不会上井 你上井了 他到这发言的时候 他又说 我忌惮七和五的团队 绝对汗跳 萌萌汗跳 朋友们萌萌汗跳 五和七 我跟你们俩说一下 这位哥们 你们别看他 现在是这样的 他视频里面 那个二头鸡 比我脑袋都大 他怕你俩的团队 这真鸡眼了 全部给你们露飞 真的 真的 真鸡眼了 全部给你们打飞 所以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在组织一个 组织一个没什么要发言的发言 他果然回来的时候也是 我觉得他最后 这一轮发言的时候 他暴露出来了 就是说 说那个什么 所以你只能把我放到这个狼团队里 要不然怎么怎么样 就是他说他是很无奈的 只能站到这个三里 而且我觉得三还有一个发言 我也觉得 说什么留空间 说七在给 七在给好人留空间 他是汗跳狼 他给好人留空间 你是预言家 你给狼留空间 你俩交混空间 行行行 就这样 就我真的 我听不出来哪里 你能是一个预言家 所以我就是站起了 过了 所以你的投票跟你的发言 从来没有一丝丝的思考量 想过七 有没有可能会骗你 一点思考量都没有 没有想过七 有没有可能骗你 因为两边狼坑 在我看来锁的都挺死的 七号的狼坑 就是三四五六十五进四 那三号的狼坑 就是一七九 十一十二 我听人想好人 一七九还是带你这上五号牌 所以你五号牌 前后做不了好人 前后真做不了好人 因为二号自己跳了 骑士那肯定是真骑士嘛 两边的坑都锁得挺死的了 那个 我第一轮 锦虾被啥没投票呢 因为我想听评票PK嘛 九你肯定会上给七的嘛 但是你什么样的情况 会让你完全都不考虑 三 我感觉你好像 头冲的裤衩子都没了 你就要干 你就要给七上票 然后我想着三留了 十二的锦虎留 我就弃了一轮票 提轮PK发言嘛 然后的确两边狼肾都锁得挺死的 其实 如果戳到狼人牌 也 我觉得也可以找到四张狼人牌 然后 还有一个点 九 我 行了 那我就不聊那个点了 好吧 因为那个啥 我觉得你是狼啊 我觉得你是狼啊 然后骑士想戳戳下七吧 然后 我觉得十一十二 都是好人 十一 锦上的发言 我就觉得像好人 他说 我暂时先战七啊 七号团队这么庞大 但是我对话后置位的人 我有可能 我有可能转 转换我的站边啊 我觉得这句话你说完就挺像好人的 虽然 我觉得小IK这轮发言 真的确挺像狼的 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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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这样点 点坑了 他PK发言的时候 他就把那坑锁得死死了 他 他的意思就是四五开一个 六三六肯定是两狼 十十一开一个 他 那你还留意一个 啊 你肯 你不是 你第一轮 锦上第一个发言 我就觉得你挺像狼的 就 七就说你是狼 那 那你就直接站三就完了呀 就就就这一点 然后 具体 我是现在想站三了 但是肯定还 看骑士戳完 戳完什么情况吧 因为毕竟骑士都站了三 那你们肯定是 靠得更近更亲密 然后 看骑士怎么戳吧 反正我觉得五号有可能是那个 小老美 我觉得你可能是 我觉得你可能不太好 别的没啥了 过了 啊 那个我发言会给你时间让你戳人 是这样 因为我听完发言之后 我一点一点说吧 因为我井上保了八十二 一二 确实保的人比较多 然后三号那边说我这盘 就没太用力 那说明我可能保错人了 这是肯定 就是我听三号发言给我的信息 但是我觉得 呃 那我保错人 我不是 就是因为二号现在跳了骑士 那也就是说一八十二里面会有一张一张狼 现在之前他们都是站边我的 但是八现在在陈里面发言去站边那个谁了 站边三了 所以我井会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啊 我就先 先验个 井会流验个八 十号就在我实验里面一定是好人 因为我自己底牌是预言家 而且你已经说你要骑人了 所以今天就一定会揭晓答案 如果十号要是个狼的话 他一定会倒勾我 所以他正因为他去站边了狼 所以他不怕对答案 所以他就一定是那个好人 九号是我的金水 然后没什么了 就是因为我 我听完那个三号说那个事之前 我认为可能就是三四五六 那现在可能有一个容错嘛 然后 然后现在 呃 但是今天戳人 说句实话戳五不讲道理了 因为 呃 因为我觉得现在五十郎 因为五号曾经井上说过 出我这间先戳他 我本来想了 那你就先骑我这间先骑五 但是没用 因为你你把他骑死之后 大家还是分不清谁是原家 那你就在三七里面戳就可以了 那五号底牌晚上 但是他也有可能是个狼美 女巫毒他呢 也会有别的事情 因为三号已经打死我 其实三号有一个发言是有问题的 九号是我第一天发的金水 且九号两轮一点都不 就是一点都没有犹豫的跟我站边 在三号的视野里面 三号都没有往死里打久 他一直在跟九号沟通 他是希望把九号的票拉过去的 但是三号那个位置发言 他五号发言 三号打死了五 他是想把五号打进我的团队 因为五号去投了一票 倒勾票嘛 所以三号这个行为 一定就五号是狼嘛 对吧 五号是他的狼同伴 但是我也不会说今天起五 因为起五 挣不了 因为五号是狼不代表 七号就一定是原家 呃 所以我景辉验八 你就可以骑了 嗯 你发言感觉好好 呃 你要是不骑我可能就归 哎呀 不要不要 我还是骑吧 那二号骑士发动技能 那我还是骑你 耶 二号骑士 决斗七号玩家 二号玩家出局请留一言 我觉得外哥发言确实挺好的 但是他发 因为我这个人说手话 我反应比较慢 就是并不是像我之前说的那样 就是他的发言我反应比较慢 他发言我说白了 他说完我还没有听懂 我还得想一下 但是又着急那啥 所以我就戳气了 因为反正我 他是好人 他不是也死不了吗 不也是我出去吗 然后帮大家正一个视角 我是觉得 嗯 就是七号沉底的那个发言是挺好的 然后但是三号 因为我 我一直站三号的边 就是我没觉得就是三号 我觉得三号的团队很干净 因为我看那个 四号就一脸懵懵的 就满脸都在思考 然后呢 然后我 然后那个十号呢 感觉也是不开视角的 然后我就 就是想说三号没有团队 然后我就暂时先站 三号 然后其实也还好 那我就出局了 我们把三号投掉 好 二号玩家烟结束 三号玩家自爆 进入黑夜 没有烟 自爆没有烟 你可以入夜指导 来 请各位佩戴好面具 天黑请闭眼 好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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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是岳家 我倒垢你 你要叫我去死 我不舔了 我们倒垢了 好像 圈掌表水 好吧 但他如果是 骑士死了 如果是守卫被毒了 不就死了 我们把外智慧全部砍光 你们不是喜欢看代宝吗 我们把代宝留在最后啥 好吧 今天我就做主了 把代宝留在最后啥 听见没 让他们看个够 好不好 别的没有了呀 告诉我们 是不是守卫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他就很像把 KS打到我们狼团队的 那个守卫 谁知道 女巫 没有给的到 直接送小RK上路了 直接送小RK上路 你说一下 如果他是守卫 然后 你看他们那边 好像一群都不是很开心 脸最臭的就是那个女巫 你放心 12号你免责 因为你不是 第一天我们杀的你 所以你肯定不是女巫 所以 俊杰哥 你是不是那个女巫 你说一下 对吧 等一会儿就按照你 脸臭的程度 不会是小的 我们不管是谁 我们把他们三个全杀完 不就好了吗 把那个女巫留着不就好了吗 看看代宝 代宝等会 代宝肯定等会儿归老美 他反正归我们老美 我们就为你自保 不可能让他归老美 我们把代宝留在最后 哎呀 刚才误会了吧 我也 确实你们干代事的情况下 也是不遗余力的 刚才确实是我发言不好 过了 不是哥们儿你 你是狼不 不是你知道 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多少刀吗 你起来认狼 还帮我把狼野给认了 不是你老 你认你的狼 你老跟我对话干什么呀 晚上讨论 观点我没有认狼啊 我为什么要认狼啊 你就让他们出 我不就完了吗 你认狼你别带上我 行不行 你知道现在场上有几个狼吗 你还把KS好人身份 给爆出来了 你还猜他是守卫 我觉得不能吧 因为我还是挺自信的 我觉得八就是女巫 因为你晚上起来说要刀六 你没觉得 对你没找到八 我找到八了 所以我觉得你刀法肯定没有我好 所以我觉得八是女巫 但你说六号玩家是守卫 有没有可能 其实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十一十二里面 十二是守卫 因为我第一天猜十二号玩家是骑士 所以那没办法了呀 那怎么办呢 你认狼了你给方案啊 认完了以后呢 就坐在这给人家投 你还说把他们三个全刀了 留个预言夹 哪有那么多刀呢 我们就两刀了哥 已经弄不死三个人了 现在我们只有两刀 加上一连 能明白呗 连轮次都玩不明白 我过了 我过了 听一下他们发言呗 我过了 你好 能听听发言呗 KS今儿让我表演拍刀嘛 是吧 那我演什么 我是狼美人 冒了屁出你俩 那都没狼美人 那演什么呀 那得让他出我呀 那没错啊 咱杀那八肯定是女巫 我连那十二肯定是首位 没问题吧 看孩子不让我表演一下吗 那这表演呗 你们就投呗 你卖一个投 我卖一个杀 看你们投的快 还是我们杀的快 好不好 没了过来 我觉得不能做成狼美的是四吧 因为四号玩家冲得很狠 然后是十二 哦不是 然后是一 我觉得四一不太能 所以我觉得五是狼美 倒勾狼美 嗯 就个人见解 然后别的没什么 就是可能以后 金师三傻这个称号 不复存在了 过了 我太了解王宝宝了 王宝宝今天不可能跟我说外置味道 我告诉你 我命都不要了 我今天晚上一定首期 我最晚空手 随便你 我告诉你 我太了解你了 你一定不敢让七活着 因为七活着你就赢不了 我今天晚上可以死 但七一定不会死 随便你 好吧 我不敢 我觉得 我觉得很后悔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后悔的一件事情 是我昨天忘了说这个四的事了 因为我当时认为四一定是狼的原因是 他对着我们一圈人 说你们今天就是想觉得 你们今天就是想觉得 要是投对了 你们就站队 你们站错了 就晚上去开播 我觉得他对着我们 就知道我们是好人 这么说的 我忘了说这句话了 我说了这句话 可能女巫可能能更能读四不是六吧 因为我当时我觉得 当然我其实也觉得四六当时都是狼 但我我是觉得四一定是那个狼 我也觉得五十个狼美 过了 我觉得我好想狼美 然后至于你看我脸臭不臭 那你就猜一猜嘛 猜猜我 然后又又站左边了 别的没什么了 就是赌一下我的身份嘛 猜一下 我也不太敢说太多了 说太多的话 暴露东西信息太多了 过了 你拍一拍 我说上把玩具枪怎么跟着 跟着点凿我们四个呀 说我们笑 说我们不敢笑 你们高兴什么呀 哦 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原来是因为我们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笑 我后来 其实他说完这句话 我内心非常的挣扎 我想说我是不是不应该笑 我是不是那个 这个局里面 我有可能站错边 或者怎么怎么样 我后来想了一下 这不骑士朗美吗 哦 那我拿骑士的时候 怎么就咔咔给你们戳人呢 那凭什么我就不能跟着嘻哈哈啊 我还是不开券考 所以我 哎 算了我也没什么 咱们只要四个人都不说什么 他们就猜不出来 反正就是 让他们猜呗 反正KS不在了嘛 这刀反正拍的也不能太歪 过了 我觉得怎么着都得扛我一刀 因为有可能游戏结束了 因为那女巫有可能把守卫读了吗 你扛完我也不亏 因为守卫 守卫就算有守卫 她也有可能自首过了 就是因为我们好人 一定不存在我们 我们能出到 只有狼人想让我们出不出到狼 每这些东西都是由狼人控制 因为他们小狼可以自爆 比如说我警惠票归个五 那他们这轮 比如说五号底牌是狼美 他们想让五号这轮出局 那就可以出 他们要不想让五号狼美出局 那就可以让小狼自爆 就是四号自爆 或者一号自爆都可以 所以我们 我们好人其实是没有办法 去左右狼人的规律的 他们自己会安排 但是他们现在 我都没听 找着什么守卫是谁 你们就看着 你们要不小狼就爆一个 要不然我就归票 那差不多了 五号玩家自爆 对对 五号玩家自爆 你们可以配点航空去 小狗就直接开视角吧 先来 kijken 你 債位景彰眼 債位景象眼 債位景象的首呼名味 perturb ri 債位景比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睁眼 狼人继续的地上目标 智慧 他上资 experimental 在中国的他身边 的心理 他就是日常看了 十分钟 蹲下 骑到 他的鸡肉 骑到 他的鸡肉 他的鸡肉 这几个鸡肉 但是你杀戏在有一个手机上的机会 你就要发信物 你就先连他 如果平安夜了 所以他之后再杀一个 我觉得我今天能够一定的 就杀他 对老师 你先别杀他 就杀他 对 反正知道号码为确认 确认请闭眼 狼人请闭眼 来 各位 7号玩家死亡 游戏结束 狼人阵营获胜 6号 玩家守卫被堵走了 来 给各位复一下盘 本局游戏 狼人为1号 3号 4号 5号 其中1号为狼美人 守卫为6号 女巫为8号 预言家为7号 其数为2号 90 11 12 为4张 平民牌 守卫 守卫也选择空手 狼人击杀12号 平民8号 女巫开要解救 形成平安夜 老美人当夜魅惑的是 2号骑士 预言家当天查验 9号为好人身份 请上竞选环节 7号真预言家 当选警长 第一天白天 2号骑士 决斗 7号 2号骑士 出局 3号狼人自爆 第二天夜晚守卫 守卫 守卫 7号 预言家 狼人击杀 8号 女巫 女巫独调 6号 守卫 老美人当夜魅惑的是 12号 平民 第二天白天 5号 狼人自爆 狼人夜里击杀 7号 预言家最后一神 游戏结束 狼人阵营获胜 我们本局还是挺快的 让Y哥给大家 复一下盘吧 哦 确实是没有想到 好人王KS会站错边 那对于我来讲 本来我 我认为那KS这水平 怎么会站错边呢 肯定是狼呀 对吧 然后那个6号 发言还说什么 哎呀 我想过7号 有没有可能 是原家打我好人 什么 他聊出这个 他就一定是狼了呀 那谁知道啊 这事呢 当然了 这东西也没办法 那个 那个 就狼美确实是 有那个 其实我们 我就算让2 骑了5 好像也没有 骑到狼美吧 狼美是谁啊 一是狼美 一是狼美 那也没用 而且那个位置 2号不取5是对的 这个倒没什么 因为 他必须得在预言家里面分辨 分辨一下 这个到底谁 谁是谁 然后 第一天入夜 只能看守卫 能不能守到人了 好像也没守到 谁是守卫类的 哦 6是守卫 你就是 他不要我一个来 他 你就是 不是 你是守卫 又没战队边 又没守的人 那不是 输是 输是应该的吗 那不是输 输就输了 还没关系 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去 分开S 谁能 谁能 谁能没有翻错的时候呢 对吧 行了 就差不多 我们总结发言吧 大家稍等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大家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给我们点点赞 点点关注 加一下粉丝团 谢谢您的观众朋友们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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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盘三的廊坑呢 我就在想 我这怎么着 我也找不着 那三就得是语言家 虽然后来七号那个发言 最后我是 说实话 他发言真的挺好的 我是有那个想法 骑三的 但是因为我自己 在三的坑里 我就 我出不去 然后我又觉得 就是三的坑里都好人 然后我就没办法 我就还是 那个骑了骑 确实是 三傻里面之中的 一傻 然后现在可能快成 在今天这一晚上 我成了三傻里面中的大傻 然后呢 我就过了 希望大家 就是看了开心 以后多多支持 京城大师在 然后我就过了 有请三号 我们本周远道而来的余额 谢谢啊 谢谢 首先非常感谢Y哥 谢谢 然后也谢谢 在座的每一位嘉宾 给的容忍度 然后确实这三天 我第一天的时候 发言太激烈了吗 因为还没有从一个 就是网杀选手 啊 这个 不好意思 我刚刚说话说半天 哎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耽误大家时间了 那个 大家好 我是余额 我是小破绽主播 呃 余额来了 然后 这几天就学到很多嘛 然后自己 确实把那个 不太好的发言 带到这边来了 改 然后咱们也是慢慢在习惯嘛 然后 这这三天反正收获挺多的 唯一没有收获就是粉丝 我来的时候多少粉丝 现在还是多少粉丝 但收获了一堆黑子 然后我希望呢 大家喷我的时候 真的喷我就行了 别喷我的粉丝了 真的 我恳求大家喷我就行了 我自己心理承受能力 还是很强的 因为波狼人杀这么久了呢 也是天然都被人骂 我无所谓这些了 大家骂我就行了 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 对于京城大赛的支持 然后以后我尽量的 再把自己调整一下 然后改改自己的发言结构 我 我确实紧张 我刚刚拿狼那把还紧张 我 上井的时候 我本来想给二发查杀的 但是我看到我在陈丽卫发言 我听二的发言 实在是像一张骑士 我就去给他发张 然后不好意思啊 骗上你不好意思 然后 我 我确实发言紧张 刚刚 拿狼了吗 歪哥是阅言家 谁不紧张呢 他点得很对 然后翻也很好 然后我 这周 交到了很多新朋友们 谢谢大家 如果弹幕老师到时候同意的话 我有空再来吗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支持啊 有真的 有空的话 点点关注吧 小破绽搜索余又来了 平时大家不看面纱可以去看看我网纱也行 谢谢大家好吗 感谢 大家好 我是玩具腔 我才发现这三天以来我就输了一把 好像是哈 这是我参加大师赛 这是第几季了 第八季 第九季了 九季以来我赢得最多的一周 真的没开玩笑 太夸张 虽然是 很多时候都是KS老师送的嘛 好几把都是他送的嘛 确实挺谢谢兵哥 兵哥还是照顾 然后那个我的抖音是玩具腔 阔虎兰人杀 我过了 然后 很高兴认识10号 确实长得帅 真的是可以为所欲为啊 然后那个也谢谢KS老师 那个就是 七连败嘛 然后非常感谢 他就昨天赢了一把 今天又是三连败 然后别的没有什么了 然后第二局的话 我会自己好好回去总结 我觉得在脾气上 确实没有能够控制住啊 然后肯定也是我的问题啊 然后我会回去好好总结 荣耀 帅就完事了嘛 你也帅 我们小时再减 小时再减 我看我怎么弄你 反正我预言家的时候 你猛猛站边JY JY预言家的时候 你猛猛不站边他 不知道你脑子怎么想的 没有关系 肯定读KSKS帖了啊 就是我的身份JY没定了 KS肯定是上 读KS没错 没毛病 别的没有来 也祝大家快乐 等会我直播间再复盘吧 拜拜 我建议咱尽量以后 还是给我发发狼和平民吧 我觉得我拿身也没啥用啊 没啥用 第一盘那白痴就被投在了白天 最后一盘 我是非常诚恳 不含任何一行怪气 我想看看有没有那种高手的狼杀玩家 晚上到我的直播间 或者给我微博 回回私信什么之类的 就是教一下我 在那种情况下如何站队一边 我真的是恳求啊 我自己防了 我真防了 因为我跟Y哥玩比较多 我对他有熟悉度嘛 我知道他不是说 就不能因为他打我 我才去站阵另外一个 但我的确没防住 所以我就想问 有没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能防住的 防住给我支个招 好不好 真的是啊 他们都没打 JY没说他们是定狼啊 我井上啥都没干 我先就会发个言 我发完言 然后我就定狼了 我就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都不知道得罪了谁 然后我也想过 我业力会死 我想过了 然后我根本就 我的首人选项里面 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自己 我知道我一定没有 因为我觉得 99.99%的女巫都会堵我 所以我一点也不愿 那个八号玩家 你也不用那个难过 好吧 我觉得没问题 要怪就怪 四号玩家太丧心病狂了 然后我现在我也在反思 我觉得是因为我昨天 前两天我打了六局游戏 我输了五局 就最后一局赢了嘛 就最后一局赢了 然后我当时可能 稍微嚣张了一点 我去微博上转发了一下 带氏昨天给 荣耀道歉的那个微博 我稍微嚣张一点 我反思了 的确是 所以我才能搞清楚 为什么他忽然对我整这一出 好吧 我反思 以后就是赢就赢 没有必要跑到别人微博底下 嚣张 对不起 我是我的问题 好吧 那个 然后还什么呀 那个 那就下注见吧 好不好 然后也非常高兴认识 那个三号玩家 我觉得三号玩家 现在就这两天调整完了 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我觉得也不用 那个着急 以后肯定还有机会 大家坐在桌子上一块玩 然后我也觉得 大家未来会更好 好了 就这样 过了 首先给我们的小IK 先说个不好意思 说个抱歉 然后第三 女巫灭视女巫 又堵了守卫 曾经小试赛 好像也发生过这样的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的过 然后我接受大家 对我的批评 因为我也是在一个 在进步中的狼人杀 狼人杀玩家 然后我也会跟大家讨论 讨论 因为可能当时没判断清楚 那我觉得 人生呢 有低谷才有高光 我能容许自己 有这样的重大失误 然后这会警醒我 在未来 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再多思考思考 这就是进步空间嘛 对吧 我觉得我自己 能进步 但是今天的确是 犯了错了 不应该啊 然后再次给小IK 说个抱歉 希望未来能做出 更牛的高光操作吧 然后也希望 大家能更开心的 更喜欢我们的 金城大师赛 行了 我就过了 大家好 我是九号 左用右抱的日子 终于到头了 下周又要换人了 下周又要换人了 我觉得那个 这几天打的 逐渐找回了一点状态吧 就是 讲段子 大家终于笑了 终于不是一个 大家对幽默过敏 对笑话 就是觉得犯法的一个场子了 然后我非常期待 下一周 如果小女警来 或者是牛肉干 他们回来的 有更多人跟我在场上 就是跟大家一起搞笑嘛 然后我觉得 就是 10号这次来 有一点让你感觉到了 紧张和压力 就是我照顾的不周到 因为毕竟爸也照顾不到你 他自己也是顾头不顾定的 现在 所以希望你 如果有机会下次再来的时候呢 能够更加从容和淡定 然后也希望你不要因为今天晚上的 就是灭视女巫 这种事情而感觉的太过于伤心 因为上一次 有人空手你 你不也把那个人毒了吗 没关系 那人就是我 好了 过来 拜拜 我能说这个情况 大家去可以看京城小试赛的录屏 非常精彩 请10号 大家好 我是陈俊杰 首先很开心能来到这里 我来到这里 最根本的问题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 我虽然没有玩过很多次 就基本上没有玩过面纱 但是我 以前一直都在玩网上 我可能在健身房 我训练完了之后 回来的路上我会 因为其实说白了 我是一个比较宅的一个人 荣耀肯定知道 我除了健身就在家里 生活比较简单 但是我喜欢玩老人纱 但是我当时玩的可能是时任场 就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这次我来我收获到了很多东西 至少我知道了面纱的 对吧 手势是怎么样的 我也知道了很多玩法 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帮助 因为我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 然后其实就是 我也不是说要求大家 就是怎么样 我是觉得我们可能要对 就稍微包容一点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 才会有更多新的玩家 涌入我们这个狼人纱的行业 我们这个东西才会被更大的推广 被更多人的喜欢 对于我来说是这样 可能我没有资格说这个话 但是我是比较喜欢这个东西 我把它当成一个爱好 我肯定是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 能够参与到这项游戏当中来 每个人就在这里 可能都说过东西不一样 像我的话可能能跟兄弟们在一起玩 能和荣耀 我带他健身 他带我玩狼人纱 可能对于你们来说 你们可能想看看 喜欢的选手 他们的发言 或者说你们以后 怎么样的去玩 那可能对于我妈妈来说 我知道妈妈 你现在一定在看着我 对于你来说 你可能都听不懂 我们每天说的什么东西 但是你一直守在这里 看着我 我觉得对于你来说 你只要看到你儿子在 我觉得就很开心 所以每个人在这里 收获东西不一样 我收获到我想要的东西了 我也让妈妈能够看到我 我很开心 谢谢 希望有机会也能够再来 但我再来的时候 我一定会加强努力 不会再这么水了 加油 我们10号小哥哥陈俊杰 他是第一次参加 这么多人正式的面纱 大家一定要给他多多鼓励 好吗 而且是一号 不是 我老婆都没给我喷哭 你这个妈妈在看 我是刚才真的 我删了很久 我特别 吃这个 我是想发表一些 反正这么晚了 大家不想看的人 肯定已经关了 因为最后只有咱俩手画 我觉得很多人不想看的 已经关了 我相信刚才每一个 站边7的人 就4号肯定开玩笑的 每一个给7上票 站边7 包括去站边3的好人 大家都是在凭自己的努力 去分辨预言家 没有一个人今天想的是算了 反正7都跳了 我就站他边 这就是我喜欢 大师赛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确实承受了挺 多少的压力 但在这里从来没有人 像黑恶势力低头过 每一个人 确实还是挺努力在分辨 挺努力在聊的 这一点就挺好的 还有就是 我是觉得 我刚才不是想对喷 这个5号玩家 我没想什么 挑什么男女这个事 我本身也不是什么 搞女权的人 我是一个喜欢平权的人 我觉得大家都过得好就行 我觉得男生和女生 各自都承受了挺多压力的 从来不是说 女孩就比较吃亏 男生承受的不多 也没有这种事 我是希望大家对女嘉宾 稍微宽容一点 稍微宽容一点 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 去对女生做太多伤害 所以当有女生喷我的时候 其实对我来说 会更难受一点 我觉得男的喷我就喷吧 但女孩我会觉得 我们女孩 对女孩更好一点吧 最后 等一下 我有一句话 送给三号 也送给我们每一个人 西式的珍宝 除了想让人拥有 也会想让人毁掉 爱恨如照水的花 你爱到新揪的模样 就是另一个人 恨你到疯狂的反面 永不妥协 但一定都很热烈 所以我们也从来不讨厌 任何一个黑粉 我也愿意 在超话 跟每一个人兑现 我希望大家的情绪有出口 过了 好的 我们这张桌上 每一个人都在真诚地 珍诚地热爱狼儿杀 这个游戏 大家一定要给每一位 玩家都多多地鼓励 好吗 就想上 哈喽大家好 我是许儿 首先 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这么晚还在直播间 一直陪伴着我们 然后也感谢我们的赞助商 天天狼人和181吐司 因为没有你们 也不会有我们这个节目 那谢谢大家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跟我的粉丝朋友们 说一下吧 因为 你明白上周的表现 不是很好 然后这周也有在努力 希望 这周让你们感觉到进步 然后以后我也会继续加油的 那就没有什么了 我们一会就直播间见吧 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们 过了 好的 感谢今天的每一位嘉宾 然后先别走啊 同志们 公布一下 本周的分数 第一名是 呃 羌宝赢得最多 然后第二名是同宝 然后 雨宝和带宝并列第三 啊 谁赢不重要啊 咱们现在就是说 谁最后一名吗 诅咒 啊 KS 荣耀 陈俊杰 四名大神 并列最后一名 我们的官博呢 会在超话发布他们的惩罚同票 你们要四选一 然后被惩罚的那个人 会抽惩罚并且录制小视频 大家记得去我们的超话投票 好吗 赢得少 大家可以去投票加号票啊 或者你们想看什么惩罚 也可以在超话我们底下的官博 底下留言 非常感谢大家这么晚还在对跟我们的陪伴 大家记得给Y哥点点关注 加一下粉丝团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周三七点半 大师赛跟大家不见不散 那我们Y哥平时晚上自己也会直播的 大家也要记得看 我们本周的京城大师赛就到这里了 再次感谢我们的冠名商天天狼人 以及我们Yau Bayatos的手工吐司 对我们的赞助 感谢每一位观众的支持 我们下周见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